经过多年的高速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了半导体分离器 变压器 扬声器 印制电路板 铝电解 电容器等电子元器件的世界生产基地 不过随着经济下行 这一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的变革期 这为垂直领域的电商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据了解 目前中国的电子元器件产业 每年的交易额达到万亿级 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 该行业市场还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 目前涉及该行业的B2B电商 有找钢网 找塑料网 以及专注于电子元器件产业的扫IC平台等 在短时间内迅猛发展 得到供应商和用户的高度认可 找IC网创始人卢振斌向记者表示 在电子元器件领域 中低端产品由于技术含量较低 进入门槛不高 生产企业众多竞争机电 电子元器件B2B电商 将在解决传统元器件行业散乱杂 同行恶心竞争 资源重复配置等方面 起到重大作用 解决成统交易的信息不对称 然后市场的一个诚心度 产品品质跟服务的一系列的问题 然后解决 然后建造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平台 然后让公司双方快速地进行对接 电子元器件产业的特点是以定制为主 多为面向特定客户小批量生产的产品 因此市场对企业的生产能力 研发和设计能力要求都较高 有企业家表示 通过平台能更方便地联系客户 记者李亚 涉嫌杨小深圳报道